其实我是先称体重 好了别说了 体重那件事情不想多提 所以您现在有多重 李佳琪我的天都塌了 你的天都塌了 疫情期间我跟大家坦白说 本人104斤 然后现在多少 然后我就想萌萌的减肥啊 减到95斤绝对不是问题 10斤左右是不是 然后呢我就觉得 我再也不要用节食减肥了 so unhealthy 就是不健康的意思 反弹非常的快 然后我说我要锻炼 我要做健身的那个自然瘦下来 然后就请了一个教练 教练就说 你千万不要在我们锻炼初期 去称体重 因为那个健身会让你变重 我说it's ok 我说只要变瘦 时间会告诉我们 然后呢我健身了三个星期 我每天哦 健身有氧加无氧 有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而且有时候是空腹的 然后前几天我没有忍住 我去上那个体重称 因为我前几天跟宋祖儿去吃饭 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胖了 我整个我就想那个 把菜全部留在他脸上 我就去称体重 我称到体重那一刻 我立刻给刘胜英发那个微信 我说我的天塌了 115 我已经上次三个礼拜从104 涨到115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是那分秘书条 没有关系 你有1米7 我1米63 那是假的 所以你的官方是网报 你身高 对我官方我还想让公司 帮我改1米7 80 那我不就是1米88 你知道我的身高是什么吗 五筒方便面的身高 真的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 我好像比你再高一筒吧 好谢谢 OK好 所以我们还回到这个点 就是什么穿 就到了你的体重的问题 我真的很难过 大家就是 稍微不要去健身 我跟你说 有一个人健身减肥 瘦了30斤哦 是谁 来 对面的那个男孩子 你用 不是男孩跟女孩根本不一样 女孩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健身减肥的 在评论里面打起来 我三周胖了10斤 我经纪人都不知道 我经纪人已经在阁 我时间也次说 你快别说 说不定 你下个星期就会胖30斤 对不对 你干嘛 你干嘛 我整个离开 好了好了 瘦了瘦了 瘦了 瘦了了 你认为男生可以化妆吗 当然可以化妆 为什么不可以化妆 为什么要跟我们那么多限制 这个人生 那么多人在给我们贴标签 说女生必须体重不过百 是不是 男生不能化妆 为什么我们站起来 我就过百了 我第一个 我不能过百 我110 而且我就化妆了 对啊 相信教练 三个月后 我们再见 三个月后 我减肥成功了 再来那个直播间 你有经过我的腾讯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你下三个月之后 你如果再瘦了 你越来加持直播间 他们都好爱你了 对 不要难过 不要忧伤 115的我 还是非常的开朗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 你就是美丽 你这么美丽 你这么好看 在李嘉琪的直播间 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吃的开心 用的开心 穿的开心 看你开心 看鸡鸡的小饼开心 我们人生就是要开心 没有人可以来那个说 哎你胖了 或者你不好看 没有 只有我自己可以说 你不可以 你是美丽的 告诉everybody and everybody 也必须这样告诉你 美丽 好啦 9点私数了 你该睡觉了 你真的又有最好的 因为我时间到了 因为我是算钱的嘛 如果多的话 就算加班 那品牌方也不会给我钱 所以呢 我必须到时间我就要走 原谅我 因为我最近赚钱不容易 疫情期间 有一些工作 希望大家好 照顾我走牢 不耽误你 而且后面的时间 后面的宝贝也要买起来咯 走牢 妹妹妹 你快一点 拜拜